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跟看笑话一样的 看着正在中国农村发生的很多事情 主要是盯着农馆 实际上你看到的是农馆的成果 包括各地为了响应中央号召 保障粮食安全 所采取的步骤 有一些甚至跟农馆都没什么关系 在城市的边缘 直接就由当地政府干预了 他们做出来的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人们看到最多的好像是西田 许多人担心离石流的问题 但你看到最令人感觉到惊讶的 实际上是在水离地上种红薯 可以说形式主义达到了高峰 相关的报道我会把链接贴在这个视频的下方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但这事并不可乐 可以这样说 中共这个政权 他们意识到了他们将面临的什么 而整个中国民众还没有意识到 今天你在网上看到的这些主张 以揭露中共丑恶为方式 来触碰大家心灵的 其实还是属于文学批评的范畴 很少有人真的把它理解为 一个即将要面临的灾难 中国人能吃饱肚子已经好几十年了 大家已经忘了 像1942 像所谓的三联自然灾害 中国有那么多人口消失 是怎么造成的 可以说改开以来 中国就没有大面积饿死人的现象 人们对这种恐慌 应该来说 已经很淡漠了 他们不认为会出现在现实生活中 但实际上 一边你能看到这个习胖鼓励 中国青年走进乡土 自讨苦吃 包括他前两年 这个为绩效做推广 都是在为转型打好基础 那么欧洲大家知道 像法国出现的热浪 每年都会热死人 大家感觉到很惊讶 或者说灾难太多了 世界各国灾难嘛 对吧 咱们在宣传中听多了 已经习惯了 但是BBC报道了 这个亚洲最近有多国出现了稿文 其中越南录下了一个 有史以来创纪录的高温 44度 泰国也超过了44度 缅甸超过43度 可能很多中国人理解不了这种 预警的方式 因为大多数中国人对 我刚才说的这几个东南亚国家 其实不是很了解 我在老挝待了五年 我在老挝每天看的天气预报 是一家法国公司发布的 这也是在万象最被大家推崇的 一个天气预报 它是用法文发表的 我们可以把它用手机翻译成中文 它一般的预报都是两句话连在一起的 它是这样说的 今天最高温度 35度 感觉好像45度 意思就是按照国际通行的测量标准 气温只有35度 听起来不热啊 但是 热在雨林地区 它有一个特点 紫外线强度非常大 湿热程度 全球罕见 这也就意味着 出门大家穿长袖 防止暴晒 因为天气预报里面的35度 让你感觉比45度还难受 在这样的国家出现了44度以上的预报 就现实它陆入了这个温度 这就说明 体感温度要加10度 甚至更多 再加上大多数人的生活环境 你可以想一想 在中国 大多数人待在城市里面 上上网来聊天 在评判这个社会现象 在观察世界各国的风云变换 闲得没事还可以谈谈美国大选 是吧 俄乌战争 但是你家里有空调 单位有空调 上下班里开车 最不记得最起码也坐个地铁 是吧 地铁里也有空调 实在混得不咋地的城市平民 你还可以到商场里面蹭空调 实际上你是感受不到 体表温度 几十度的这种高温 是什么样的感受 而在泰国 越南缅甸这样的国家 他做不到 大家的生活一般都是硬扛 很少有人舍得开空调 因为你将遇到的是阶梯电价 当你每个月消费的电费 大概在150度以下的时候 你的电价是非常便宜的 跟不要钱似的 150度到500度之间 这个价格就让你感觉到 有点肉疼了 你要是不在乎电 一个月用电量达到500度以上 当然那个时候你肯定 是住的是别墅了 是吧 电器比较多了 房间也比较多 甚至客房里都装了空调 到那个时候 其实你才会知道 电费原来也挺贵的 是吧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在这 中国人并不知道 中国面对的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 气候极端化 因为大多数人都在批 这个 全球气温升高 是吧 认为是一个假命题 科学上还没有定义 或者说反对这个 不承认这个 全球这个气温过高的 是吧 还有很多人 实际上我告诉你 包括正在进行全球 气温控制的美国 他也是长期不承认 全球变乱的 全球变乱的 听起来很好玩 是吧 其实我告诉你 在菲律宾 涉及到这个 黄岩岛或者黄岩礁的 这个国际 海事法庭的判决 美国一直在呼吁 各国政府要尊重 国际法庭的判决 但他 自身是没有加入 国际海洋公约的 因为他不承认 十二海里 有很多东西 你不能去深究 但事实上 有一个问题很现实 就是气候在恶化 第二个问题是 中国没有足够的农田 来自给自足 中国在改开以后 人口增加了 土地面积 就是耕作面积 减少了 这个问题是硬的 解决不了 所以你现在看到 中共有很多 你批评的形式主义 是把原先投资 巨大的街形花园 绿花带 都变成了可耕地 把高附加值的 经济作物推倒 来种粮食 你认为非常可笑 其实在当权者的眼里 一点都不可笑 因为他们比你有更多的危机感 只不过呢 中共的政策 在执行的过程中 都会有非常可乐的 添加部分 基层的这些行政人员 一般都会一刀切 让你感觉到这个反转 很难接受 我们都是 通常都是以这种 看笑话的方式 来阐述 中国今天正在发生的一切 但事实上 你听到的来自共军的宣传 和事实上的威胁 在良事安全问题上 几乎是真实的 很遗憾的是 不需要我们在宣传 鼓动 或者说贩卖焦虑 因为在不久的将来 你会明显的感觉到 当你感觉到的那一天 你没有时间再惊讶了 到那个时候 你会忙得自救 你不会怪自己 之前不相信 大家的这种宣传 推广 你只会怪 老天为什么这么不公 因为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 即便有人欲净 如果灾祸不到眼前 他也会尽可能忽视它 或者说认为 这东西与我无关 这是一种常态 在中国社会中 不必维持感觉到惊讶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